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傍晚7点左右 雪州双威镇靠近双威医药中心 那个热闹的路段就发生了 警匪驳火的枪击案 有一名黑人抢劫团伙的首脑 因为在路上拒绝警方截查 然后就被几辆警车围捕 这个匪徒在车内就拔枪跟警队的成员 展开薄火场面是非常非常惊险的 报道行中说当时候警匪之间总共是开过五枪 其中两枪打中了一辆警车 幸好没有警员受伤 最后那名黑人匪徒首脑 在枪战当中就被歼灭 而整个恐怖的枪战过程 都被附近商业高楼内的民众 用手机给拍了下来 从目前民众高角度拍到的画面看到 当时疑似黑人匪徒首脑 驾驶的红色轿车 在大马路上被好几辆的车包抄之后 警匪开始在大马路上展开薄火 是躲在车后面那个人啊 自然从画面中没有办法确定 枪声到底是从哪个方向传来 也看不清楚是谁在开枪 但是很清楚的是 那辆红色轿车的挡风玻璃上 有被枪弹打穿至少两个弹孔 而便衣警察生怕在火火过程的流弹 会伤及呼呼 除了俯身在路面上 也不断地高喊要大楼的民众 躲进大楼里头不要围观 那么事发之后呢 天色也暗了 武基安曼刑事 罪案调查局总监苏海里 在现场呢 就漏夜召开记者会说 当时那名黑人匪徒首脑 在被警员跟警车围捕的时候 朝警员开了五枪 试图要逃跑 但最终呢 还是被警队歼灭 他透露 警方在现场呢 也起获了一把匪徒使用的左轮手枪 科学建设政组呢 也在现场进行搜证 苏海里还提到呢 这个团伙 这个从2018年开始 在雪龙一带持枪持八冷刀 抢劫干案的黑人抢劫匪党 包括那个被歼灭的首脑在内 大约有十个成员 男女都有非洲裔的黑人成员 而且呢 涉及总金额超过800万令吉 超过45宗持卸抢劫案 他们早就已经被警方盯上了 苏海里说呢 这个黑人抢劫匪党呢 会明目张胆的 在社交媒体上呢 宣传说他们有金条要卖啊 外币要卖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交易 然后就诱惑这个受害者上钩上当 甚至上这个匪党的车 警方就说呢 他们打从2018年 就开始追查这批匪党的下落 直到最近呢 吉隆坡警方掌握到重要的情报 才会联合雪州 以及武基安曼警方 追击这个匪党 最后才会发生昨晚那一场 在街头的警匪搏火 歼灭了黑人匪党的首脑 而警方现在呢 已经在全国海关加紧把关 以防止有其他的匪党成员 逃出大马了 在街头的关系里面 corporation 最后的迹速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逃到白人区党的首脑 在眼前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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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平均 都可以以防止地 是假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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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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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彼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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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人 在表达得好 停下面 感谢观看